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古老肉 当粗古罗鸟 我们用上300克左右的梅头肉 这些分量就可以做出一盘漂漂亮亮的 首先呢 梅头肉把它切成这样的 长方块或者长条都可以 那其他部位的瘦肉也可以 还有青红椒块和菠萝块 菠萝最好是新鲜的 如果你不喜欢菠萝 或者家里没有被菠萝 不放菠萝也OK 照样可以做古老肉 那这道菜呢 我们首先要先把肉调味好 然后呢 你再去淘米啊 做饭啊 或者做其他的菜 那这些时间呢 肉也足够入味了 我们用满满一个tablespoon的淀粉 再一个tablespoon的生抽 接下来是半个tablespoon的料酒 小小糖 四分之一tablespoon的糖 给它拌匀 让它醒着 然后等开锅前 再给它裹上干面粉或淀粉 接下来就做酱汁部分 先是四分之一杯的糖 不喜欢太甜的话 可以放平一点 像我刚才那样 再来四分之一cup的水 一个tablespoon的米醋 用蒸姜醋也可以 或者是说一半一半都可以 就是做出来颜色会有一点深浅不一样 再来一个tablespoon的cruise starch 最后是这个东西 ketchup 我们放半杯 全部给它和匀后待用 接下来桌上放一张塑料纸 放上淀粉 把这些肉 一块一块全部裹上 一块一块全部裹上 准备工程全部做好 那我们就可以开火了 一般好 我在炸鱼啊肉啊什么的时候 如果这道菜最后还要勾芡的话 那我上的粉是会比较薄一点 因为勾了芡以后就会湿嘛 不到一顿饭的功夫 或者就几分钟 它的外层就不脆了 那它的口感就不好了呀 那那个面粉厚的话 吃在嘴里就像吃面团 但如果我炸盐酥鸡啊这些什么 炸好就入口的话 我就比较喜欢用番薯粉 因为番薯粉比较大颗嘛 然后它炸好以后呢 很松脆 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 番薯粉一点都不吸油 我喜欢用这样的锅 深一点的 但是这个直径不要那么大 过热后导入油 我们要习惯家里好 备两种以上的油 炸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用粗糙一点的油 然后摄油温鲜 筷子边上你看它冒着一点点 一个个个的小气泡了 那这个油就够热了 我们就可以把肉放进去了 这样一块一块放入 全部放进去以后 我们用筷子这样给它冻一下 然后转成小火 可以把它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哦 它那个油不容易溅出来 而且那个肉熟的也快 过了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 看你的火候大小 我们就来管它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火转大 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菜我要再勾芡的话 我就炸到它金黄 我就把它捞出来了 我不再复炸它 像这样金金黄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然后重新起油锅 放小小油 把青红椒先放下去 三下五除外的翻两下 菠萝下 番茄汁下 最后肉块下 拌一拌就大功告成了 那炸肉剩下的油呢 沉淀后我们找一个容器 把上面干净的倒出来 明后天我们做菜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加热了 直接和菜一起前后脚下锅 如果你再找一些 废油的菜 像烤芙啊 笋干啊什么的 再想想看有什么素菜 比较废油的 那我们一两三天 就可以把它用完了 也不要贪得一塌糊涂了 好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